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在念咒过程保持觉知 觉知力足够强大就能开悟 念佛如是 如果你是时日不多的人 一句阿弥陀圣号对你来说则最快捷了 因为只需要具足信愿 命中十念就能仰仗佛力 让自己不费吹灰之力的往生净土佛国 这是最快捷的 但是如果你还年轻 一句佛号一样得老老实实念上几十年 而等寿终才能往生 除非你能念出功夫 能做到舍寿自在往生 现在大部分众生是选择念咒 除了因为经典记载的咒语功德确实是不可思议以外 大部分人也是觉得自己太年轻 觉得往生要等寿终 而寿终之日还早 所以就想趁着年轻 希望念咒能秀出一点成就 但为什么古代念咒成就者那么多 而现代的成就者却寥寥无几呢 现代的人修行除了人心浮躁以外 主要的原因还是三心二意 不老实的缘故 这种三心二意其实也是对自己念诵的本咒不具备信心的体现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人虽然念咒 但总是在不停地变换法门 或者说不停地变换各种咒语来持诵 好像看到哪个咒语都眼馋 感觉哪个咒语都很殊胜 那天看到某个咒语有人感应了 就对比觉得自己的咒语没有感应 于是又对本咒不具备信心了 然后就换 总是念来换去的 但最后却发现这些换过的咒语 始终没有一个自己能念出零念来 于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还是不停地在寻找 就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快速成就的法门或者咒语 奇怪了 为何别人念了感应的咒语 我念起来都没感应 甚至还没自己原先持诵的本咒感觉好呢 在如此反复的恶性循环中 就在这不停变换咒语的过程中 在这没有丝毫感应的过程中 时间已经悄悄地流逝了 而自己的耐心也一点一滴地被消耗殆尽了 于是到头来 有的人退心了 有的人怀疑起了佛法 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看看古代为何成就者多 那是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 更没有发达的网络 人家要求一个法是很难的 好不容易求到一个殊胜的咒语 都会觉得无比珍贵 是会用心念诵一辈子的 不会三心二意 而且也没那么多咒语可以选择 于是就促成了老实念诵 因为老实念诵就很容易设意不乱 达到一心不乱而定力显发 咒语也随着自身定力而发挥出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然 古代成就者也是做到了不怀疑咒语才能做到老实 又在具备信心的情况下 才把咒语发挥出了很大的威力 在《大悲心托罗尼经》中提到说 《大悲咒》能灭八万四千重罪 功德巨大 但若起一念疑心者 小小罪悦由不可灭 竟能远作菩提之音 以此类推 任何佛咒都是如此 所以现代的人念咒发挥不出威力 最大的原因就是疑神疑鬼 不具备信心 用三心二意不肯老实的缘故 所以修行者一定要杜绝三心二意 选择法门或者咒语的过程是有的 这是明确的目标 但不能一辈子都在不停变换咒语 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既然选择好了 那么就要做到在任何咒语与其感应面前都要如如不动 任何咒语功德都是巨大的 你选择了自己合适和喜欢的 那就坚持 不要三心二意 有人说即使做到了具备信心和老实念诵 但过程中出现枯燥的感觉 坚持不下去怎么办 其实那就要反省自己 为什么会枯燥了 会枯燥的原因是因为你念的没有发喜 没有发喜的原因是你未安住在当下 你把念咒当成走向未来成就的踏脚石 你虽然在念咒但你却一直在幻想虚幻的未来 或者回忆消逝的过去 这样的话就叫嘴念心不念 你已经被妄想束缚如何有发喜呢 还有更多的人念咒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不收射六根爱看爱说心散乱无比 所以念咒者应当收射六根让功夫相续 更不要随着妄想东奔西跑 念咒就念咒念这一句就清楚的知道这一句 念下一句就清楚的知道下一句 当然只有默念才能做到一整天不停念诵而不累的 也必须学会默念才行 或者嘴动不出声念法 如此念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妄想自然不能奈你如何 当你发喜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一刻不想停的安住在这种念咒当中 那么念咒对你来说就是享受 而不是完成艰难任务时的那种负担 禅宗祖师云 打得念头死 徐如法生活 念得法喜了 妄想没了 功夫就来了 当然祖师说的不是要你去打死念头 因为强压住念头就如同枯木石头 非开悟者所为 成就者都是在保持觉知情况下 而不随身妄想 才导致妄想自歇的 指的是这个意思 古今禅宗祖师成就开悟总在不经意间 但也是付出了长久的不问收获之耕耘和努力才换得的 所以就让我们安住在当下念咒的法喜间继续努力吧 也许有一天在不经意间你就成就了 但如果你不努力那就永远不会有成就 所以念咒要想快速念出成就 真正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在对一个咒语具备信心的情况下 让一个咒语在心中不停地相续默念 首先信心是首要的 佛法无信不入 如今所说的信为道元功德母 常养一切之善法 另外咒语又为什么是一个而不是两个或者三个咒语 因为太多了很杂乱 东一下西一下地搅乱自己 除非你能把这两三个咒语串起来 而能不分别地当成一个咒语念诵 如此则例外 至于为什么要默念 因为虽然出生有出生的好处 但出生只能局限在固定时间和相应的场合里 要做到不论场合乃至二六时钟不停地念诵的话 只有默念才能做得到 另外这个咒语的长短也有讲究 像普传的这个大悲咒不长不短 念诵起来朗朗上口 不但非常顺畅 咒音还能像行云流水般地在心中相续 短大悲咒这优势是千句大悲咒比不了的 千句大悲咒虽然有它无比的功德咒力 但是由于太长的缘故 有些佛友念诵了几年还在一句一句地打牙牙语 更别提能够背会且还能在心中默念了 既然连在心中默念都做不到 又如何让咒音在心中如行云流水般相续 既然不能让咒音在心中相续 就无法涉意不乱 如此则很难功夫成片 更别提修出神通或者成就了 短大悲咒的优势就在于此 正因为这样因为短大悲咒修出成就的人不计其数 正如有位居士如此这般默念短大悲咒十年 修出了不小的神通 那是因为他除了睡觉 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默念 连上厕所都在用功 修出神通之后的他也开始修持楞严咒 并且他念诵楞严咒也好几年了 但始终没有背下来 这就是长咒的不好之处 首先就是不容易背 其次若因为不能背会 就无法在心中默念相续 试想一下 如果不是他在这十年中修持短大悲咒 而是在学习千句大悲咒 十年了还在一句一句的打牙牙语 那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 当然小小的感应也许会有 也许你会认为千句大悲咒功德力量 比短大悲咒大 但若因为以上种种原因而无法涉意不乱 那根本就无法发挥出咒语的真正威力 佛说置心一触无事不办 那些能够真正念咒达到一心不乱的人 反而把任何咒语随手念来都能发挥无比的威力 差别就在于此 重点是涉意不乱 而要达到这个境界 咒语长短以及顺畅度 乃至于在心中相续默念等问题 都有关键性作用 当然也有人能够把愣言这样的长咒熟记于心 也能做得行云流水般在心中默念 这种则例外 亦是可以修出成就 比如就曾有一个老太太专修此咒而获得不小的神通 而且愣言咒的灭除情欲与增进道心之力量无与伦比 对于修道大有辅助 对于愣言咒有哪些功德 小编在往期节目中已经有过论述 银心中的人最好选择凡音愣言咒修持 因为邪淫观过不了 其他都是空谈 此咒更是成佛大咒 能专修者非同小可 如果你能领悟觉知 不管念咒念佛乃至不管念诵任何咒语 都始终如一地保持觉知去念 那么我想咒语多还是少 也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念咒仅仅也是保持觉知的助缘 而保持觉知则是开悟的关键 关于觉知是什么 小编将在以后的节目中为大家进行讲述 好了 今天关于念咒让你快速成就的秘诀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在小编看来 无论你以什么方式修行 诵经念佛 亦或是持咒 都要专注于一条路坚持走下去 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也有什么想分享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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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